踏进一间清新质感的旅店 老板正在柜台忙着冲泡咖啡制作甜点 从一旁的楼梯再往上瞧一瞧 每层楼都有一个房间 看起来就像一间普通的民宿甜点店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是一间对待各种性别都平等的 性别友善旅宿 我们本身就是同志 还有全家人都支持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操作方式就是比较自然 所以如果说有来访的朋友 可能到我们的顶楼或者是每一层楼 其实都是不是特别刻意说 所创造出来的环境空间 但我们顶楼其实种了很多植物 也是比较自然系的种植这样子 老板Ryan是一位出柜的同志 过去曾经因为在旅行的途中 遭受到异样的眼光 因此下定决心自己开一间民宿 想要用真心平等的服务 好好对待每一位来访的客人 一种心理作用嘛 当你知道老板自己本身也是这个身份别的时候 他的说服力度是更高的 店内整齐干净的摆设 让人感到身心灵都放松 其中装饰在房间墙上的画 虽然乍看之下不起眼 但深入了解后 才明白这是心思细腻的Ryan 与设计师合作 安排出来的小巧思 是两个灵魂的碰撞 但是他的画的并没有那么写实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不分性别 都可以拥抱在一起 都是VR1 彼此都是一家人的感觉这样子 除了不分性别的特色画作 在一楼的餐桌旁还放有一本本的结婚书约 封面特别采用多种颜色的彩虹线条设计 相当吸睛 做六色彩虹 然后这个结婚书约呢 其实不管是同志还是非同志 异性恋其实都可以使用 虽然打着性别友善旅宿的称号 但Ryan并不是只接待同性伴侣 而是要让任何族群都能安心入住 不只能住还能开心永禅 就图片 那些图片拍得很吸引 对 除了民宿具有特色 她对甜点的制作也很有一套 吸引不少人慕名而来 也让她开这间民宿甜点店的初衷 得以实现 记者郑光沛 庄树亭高雄采访报导